再来呢除了疫苗之外 现在呢COVID-19还有解方 就是新冠用药 但是呢哪一些国家要买 哪一些国家退货 法国的卫生部长今天表示了 墨沙东集团呢 他们推出的研发的 抗COVID-19的这个用药呢 实验的数据让他们觉得很失望 所以呢法国已经决定了 他们要取消5万份的订单 并且呢希望在明年的1月底之前 要收到辉瑞的抗疫口服药 那么法国呢 签前是订了5万份的 墨沙东集团研发这口服药 叫做莫娜皮拉韦 那么法国现在也成为了 全球第一个放弃采用 莫娜皮拉韦的治疗的国家 那么墨沙东集团怎么回事呢 11月底的时候 他们公布了一个数据 显示说的确他们做了实验 这个防护呢跟之前 期待的差蛮多的 住院率跟死亡率 只降低了30% 低于早期数据预估的50% 但是呢 墨沙东集团发言人也说呢 虽然说法国拒绝了 但是呢他们现在已经跟 超过30个国家有签约 而且已经出货给12个国家 包含接下来这则新闻的 日本 日本呢大阪府在22号 出现了首例的 Omicron变异株的社区感染 怎么感染的呢 到现在还在查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冲绳也增加了两例 日本呢 目前的境内感染 已经累积到了 160例 大魔王病毒株出现本土社区感染 大阪府知识在第一时间 召开记者会说明 三名の方はご家族ですが このご家族の方は海外渡航歴もなく またどこで感染をしたかもわからない 感染経路不明の方です 市中感染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这三人都为亲症 必定住院治疗 根据调查 丈夫是小学教师 发病前一天 还到学校教课 大阪政府将对全校师生 进行PCR检查 目前已知 学校中有另外一人已经确诊 正在确认 是否感染Omicron变异株 专家怀疑是社区感染 并警告疫情有可能会急速扩散 而大阪除了出现社区感染之外 机场检疫也新增68例 Omicron确诊案例 年纪最小的未满10岁 最大的70几岁 在13号到19号之间入境日本 目前累计机场检疫所查到的 Omicron确诊病例共139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针对疫情出面呼吁 国内における感染封じ込め対策の強化 これをスピード感を持って 実行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 引き続き マスクの着用 手洗い 細密の回避 案田除了再次呼吁民众做好防疫措施之外 也要求所有确诊者都要检查 是否为Omicron变异株 密切接触者也全都要在疗养设施 隔离14天 并预计在25号配送末沙冬 新冠口服药到全国 防毒可能成为下一波流行的 Omicron变异株 记得廖安宇综合报导 他一件事情很緊張 大家都在想说 拜登到底有没有确诊呢 因为他身边的幕僚 金船确诊 然后这个幕僚呢 跟拜登在空军疫号上 有30分钟的近距离接触 目前呢 这名幕僚说 已经打过加强针了 第三季都打过了 突破性的感染 拜登很紧张的 再一次做了筛检 在今天终于呢 报告出炉了 还是阴性的 那么FDA呢 也紧急的批准了 一家这个新冠口服药 辉瑞药厂生产的 可以在初期感染的时候 使用能够减少 89%的住院跟死亡风险 美国总统拜登 先前传出和感染 新冠病毒的幕僚接触 他再度接受检测 已经证实没有遭到感染 而在Omicron持续发威之下 美国FDA核准了 第一款由辉瑞生产的 家用新冠口服药物 这一款口服药 提供给年满12岁 高风险族群使用 检测出阳性的患者 必须体重超过40公斤 在出现症状的5天内 就要使用 医疗单位开处方签 再加服药就可以 一天两次 每次三颗药丸 两颗新冠口服药 加上一颗抗病毒药物 连续5天可以减少 89%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整个疗程500美金 大约14000台币 而辉瑞口服药 预估对Omicron 也有一定的疗效 另一款墨沙东药厂的 口服药 降低30%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近期也将被美国FDA核准 不过相较之下 辉瑞的口服药 效果好 副作用低 但目前数量不多 要到明年才会开始量产 不过美国疫情持续升高 耶旦节又将到来 许多民众恐慌变种病毒 但不愿意改变既定的过节计划 预料美国的疫情 会在耶旦和新年假期后 再度出现高峰 记者林滋慧 纽约组合报导 就在疫情很早全球的同时 美国其实也正在经历着罕见的大辞职潮 为什么大家都不要工作呢 创纪录的美国工人 辞掉他们的工作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根据美国劳工局的数据统计 今年10月份有大约420万人 从非农业的岗位辞职 占了美国劳动力总人数的大约3% 相较之下 2000年以来到疫情之前 美国的辞职率是一直在2%上下浮动的 那么10月的辞职率是最高的行业 包含了休闲业 餐旅业高达5.7% 零售业的辞职率也达到了4.4% 也都是高于平均水准的 那么求职网站上还有一项调查 所有的求职者22%的人都已经辞掉工作了 73%的县职员工表示 他们也正在考虑这份工作 还要不要继续的做下去 那么美国在管别国的问题之前 是不是应该要先管好 他们自家的事 警方拉起封锁线 2021年尾声 美国多座城市不断刷新凶杀犯罪记录 疫情经济发展不均 以及枪支泛滥等等的因素 甚至也有学者高喊说 国家已经失去理智 这个美国新闻网报导 一月份调查 包含在费城波特兰在内 久坐美国主要的城市 这个年度凶杀犯罪的记录 不断的在增加 有多家媒体认为 美国现在是冲动易怒的社会情绪 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疫情跟枪支泛滥 客观的因素也是导致 凶杀案激增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研究显示 美国在疫情期间 暴力犯罪主要是发生在 有色人种聚集的贫困地区 有学者就呼吁 美国政府应该要加强 这些社区的经济发展 那么根据美国FBI 有一份数据 2020年也就是去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美国的谋杀案居然上升30% 达到了21,570起 华尔街的职业分析师 他们也统计发现 美国全国的谋杀率是 10万人当中 有6.5人是被谋杀的 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惊人的数据显示 77%的谋杀案都跟枪支有关 美国的枪支暴力档案网站上统计 从2016年到现在 美国死于枪支暴力的人数 已经超过23万人 另外有19.3万人是在 枪支暴力当中受伤的 那么接下来 这个拜登还要继续出来选吗 拜登在接受ABC News的时候 他亲口承认说 2024年他要出来选总统拼连任 拜登还说呢 如果川普也要出来选 他会继续选下去 看到刚才那个微笑 真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拜登是在2020年 这个总统大选前的访问当中有提过 如果他选总统一定要坐满两个任期 不过到2024 到时候拜登就是81岁了 将会再次的打破自己 创下美国最老就职总统的记录 而他自己也在访问当中提到 如果说到时候他像现在一样 这么健康 他会继续选下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昨天在北京建了香港澳门特首 那么他在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时候也指出了 日前呢香港在举行第七届的立法会选举 让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得以落实 新的制度也符合了一国两制的原则 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的稳定 那么中央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长官 以及政府的工作是非常肯定的 那么林郑月娥也表示他会担任第五届的香港特首 到明年六月三十号任期届满为止 但是他没有松口证实会不会参加明年三月的特首选举 他只强调呢到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要做特区行政长官 年度素质的这个工作 但是呢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发言可以看出 他对于香港这一年来发展的每件事情都有充分掌握 再来呢五眼联盟的外交首长发表了涉港的联合声明 对于香港立法会的选举结果也表达关切 大陆的驻英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四国的使馆 接连谴责这样的行为 大陆驻英国的使馆表示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选举纯属中国内部的事务 五眼联盟扭曲事实恶意的诋毁 严重的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那么大陆的驻加拿大使馆表示 这些西方国家呢 假借关心香港人民的权利自由 实则唯恐香港不乱 五眼联盟公然的支持反中乱港的势力 目的就是要透过搞乱香港来阻挠中国的发展 那么大陆驻纽西兰的使馆是强调 五眼联盟呢公然的干涉香港的事务 攻击香港的选举 抹黑立法会的选举 违反了国际法 那么驻澳洲的使馆也是同样的表示谴责 罔顾事实颠倒是非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 在今天还针对了德国海军司令啊 说担心大陆的军力爆炸性的增长 以及德国军舰巴伐利亚号 请靠新加坡做出讨论 中国发展必要军事能力 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 完全正当合理 任何国家只要无意威胁损害 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都不会受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威胁 我们多次强调世界各国普遍认同 共同维护的只能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共同遵守的只能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真正需要警惕和反对的 是个别国家动辄派舰机到南海秀肌肉 公开在地区国家之间挑拨离舰 还有日本的东京电力呢 在22号向原子力的规制委员会 他们申请要建造这海底隧道啊 计划把经过处理以及稀释的核废水呢 借由海底隧道排出距离核电厂 一公里的海洋当中 而且呢预计2023年春天 他们就要执行了 但虽然专家说这核废水经过处理之后 只会剩下不会危害人体的穿 但是呢当地居民都表达反对 本东京电力为了解决迫在 眉睫的福岛和废水问题 打算强行闯关 在2023年春天将废水排入太平洋 在海底下放出了 311大地震之后 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三座反应炉融毁 为了冷却反应炉 需要用冷水降温 十年来使用过的核废水 将近130万吨 至今仍存在核电厂之中 每年要耗资1000亿日币 因此计划将核废水排入海洋 虽然东京电力负责人表示 会持续跟当地民众进行沟通 但民众反应 东电根本不尊重居民 而反对民众更指责 东电的做法就是要省钱 同时也危害后代子孙 東京電流汚染水海洋放出が一番安上がりな処理の仕方 お金をかけたくないんですよ だから海洋放出させるっていうずるいやり方なんです 除了福岛居民反弹之外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也在記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 显然是要将错误决策强加于国际社会 是要让太平洋沿岸各国 承担核污染水排海的风险 日方此举极其不负责任 虽然专家表示核废水经过处理之后 能够去除大部分的放射性污染 只会留下对人类危害极小的川物质 实际排放到海中时也会稀释到WHO饮用水标准的七分之一 但是仍然不能解除渔民以及邻近国家的忧虑 杰廖安宇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大陆官媒新华社 他引述了多名的大陆专家 谈论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那么大陆人民大学的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 他表示实现国家统一的路径和方式是 推动两岸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 推动的手段一是交流发展 二是融合发展 大陆专家认为跟过去相比 大陆在推进国家统一上 更加的雄心勃勃充满自信 更加的务实灵活 那么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前司令 Davidson他之前接受日本专访也指出 他依旧担忧六年内 台湾可能会有突发事件 Davidson今年三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他就说了 担忧中共可能会在2050年之前 取代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他认为台湾也是中共的野心之一 那么俄罗斯乌克兰边境 最近也是爆发危机 两国紧张的情势升高 连带的欧洲各国也开始紧张了 现在又有专家认为 台海的状况也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危机 尤其是关系到了欧洲的波罗底海地区 可能遭到俄罗斯的威胁 爱沙尼亚的安全中国事务专家 月斐然表示 如果说西方民主国家 没有对大陆挑衅行为 进行强力的回应 他们认为可能大陆还会 进一步的有所行动 第一个冲击到的可能就是台湾 那么俄罗斯呢 被提到说目前同样威胁乌克兰 西方国家如果也没有做出回应的话 乌克兰还有邻国像是爱沙尼亚 同样的也会令人担忧